各位朋友你们好 今天是非常高兴 我们曾经在17年前采访过的一位他乡中国人 今天再次接受我的访问 你好薛晓兰 你好你好方华 听过广播节目的 我把过去的节目都放到YouTube上来 可能有些朋友有听过这个节目 这位就是薛晓兰 当年我记得采访她的时候 包括我刚才在来采访你的路上 我在车上的时候 我又把过去的广播节目又在那里听了一遍 我觉得这个声音从当时的感觉 是个特别积极特别向上 这么一个人 一气风发 那么这过了已经十 不能说这个多少年了 就简直过了17年了 17年以来好吧 很好 我觉得很好 起码我当时想来的那个想法 那时候的愿望 我觉得基本上是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对 这是很好 但是你说那个意气风发的那个时候的声音 我自己听了我都觉得哇 是这样吧 那个时候真的好意气风发 很想 就是有很多想法 很多抱负 现在好像年龄大了以后 慢慢想的就是更多的是生活 家庭 反而工作反而放到了第二位了吧 应该说或者第三位了 对对对 你因为我把那些东西找到也是去今年年初的事 我把它们放到网上 后来就有人转给你了 就是你当时听到那种啥感觉 我当时听到以后就说 哇 因为这个事情我是记得的 这事是记得 这个事情是记得的 我一直记得你放话 然后 但是呢 我就想着 哇 这个东西还存着 然后呢 这是我当时17年前的声音 对 而且17年之前的想法 对 就觉得那个时候 真的 就是刚来一个新的地方 那么积极向上 那么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对 那么想有求知的欲望 想学很多新的东西 我当时觉得自己那时候真的很了不起 我现在是这么想 被自己感动 真的 我真的 而且呢 有的我还给同事 我当时做的办公室 对对对 正好你那个 是Genie Wang 对对对 大王他发过来的 对对对 王丽娟 对 因为他说有他的声音 有他的对 他说 他说17年前他的声音是这样子的 我就听一下 我就想 这下面还有我吗 我就听 哎呦 真好玩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我觉得你留下那段历史 是真正挺有意义的 我相信我们今天录的节目 再过上几十年之后 再来听 OK 再过17年 不可以想象 对啊 但是其实这17年来 你的发展 就是跟你当时的那种 其实是一种愿望 其实基本上是吻合的 从你从你的 当时那么那么 就是追求那种 一个是美好生活 是的 一个是追求 你要找到一个工作 机械找到工作 说这么久 还没找到工作 说多久了 还不到两周 对 现在的人都不能想象 是的 是的 那个时候是 非常想 大干一番啊 就觉得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 自己有自己的公司嘛 对 然后 也是自己做生意什么的 我觉得到了一个新西兰 一个新的地方 应该是 也做一些一番事业什么的 当时有想过 是不是去 干脆去做房地产啊 或怎么样的 因为我这个人好像 做marketing这一块 应该还是行的 跟人沟通也还可以的 对 但是后来 一次一次的很多的事情 就放弃这种想法 还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最后是 慢慢是这样想 找到了一个 什么样稳定的工作 现在就是 给政府部门工作吧 做公务员 对 然后一般的这边 他们管它叫 叫福利部 或者是叫公收局 就是work income 对 那很多 很多华人都熟悉 这个机构 应该是 华人可能不知道 work and income 他可能知道公收局 知道福利部 对 我觉得你刚讲到的 这个福利部 这个公收局 我的印象就是说 这个 新西兰真的是 对新移民非常好的 但是你遇到 什么困难的时候 它就会帮助你 对 它不一定是 对新移民好 它是对所有的公民的 对 而且是 怎么说呢 就是它这个福利 实际上就是说 你需要的时候 它就在那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里的人 他会 敢去冒险 敢去花钱 敢去换一份工作 敢去做很多事情 他敢抄钱 那去消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万一实在不行了 失败了 他还有work and income 对吧 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最基本的一个帮助 就是只要你需要的时候 生病了 干什么了 它一定都有的 对 那你在这工作了多久 我工作了上一周周末 是我的第九年结束了 现在开始进入第十年 对 进入第九年 第九年 对 但明天我就满十年了 满十年了 进入第十年 进入第十年 那十七年前访问你 那这还有七年干了啥 对 这中间的话 我又很段一段时间 是给新移民工作 我做的是叫 那个公司叫Arms Arms当时做得很大 你知道华人社区服务中心 对吧 对 他们是华社服务 是专门针对华人的移民 当然他的现在的 他的这个服务的对象 也不仅仅是华人移民 对 我们当时是针对的是 所有的新移民 对 他叫Auckland Migrant Services 对 他就是针对所有新来的移民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提供的移民 就是帮他们解决生活就业 就是相当于一个指南 或者是给他做咨询 然后同时我们办一些 找工作的讲座呀 然后我当时自己搞了一个program 就是带一些volunteer 在我手下带过四十多个volunteer 而且全部都能找到工作 就这样的 就是这样一个份工作 当时我觉得 是我到新西兰以后 至今为止 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 对 很有成就感 非常是那样 我觉得当时我很舍不得离开那份工作 但是那个时候是快到50了 我觉得对人生来说是算一个坎了 对 他这种公司呢 他是属于这种 我们叫做non-government agency 它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 它是不盈利的 所谓不盈利机构 它是依靠政府的funding 那原来政府呢 是三年一次funding 那就是说 他每三年他就review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到了现在后来不知道多少年以前 他就改了 改了一年一review 那你觉得每年吧 他是到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review 那他到大概是头一年的那个年 圣诞新年 你就会在想明年的review 还能不能拿到funding啊 因为政府在变 你就必须有这个工作了 对的 就算你做得再好 他有这个position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当时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要每年到这个时候 都要经过这么一次这种考验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可能 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 我想换一份稳定的工作 所以当时想的就是stable 要换一个stable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政府工作 应该算是最stable的吧 对 当然在做这个的时候 还会同时做一些volunteer的工作 等于现在是政府公务员的系统 对 就公务员 是的 公务员和 是有一些和一般的工作的 将来的一些福利待遇 应该说是没有 没有 对 就是你退休了的话 大家都是一样退休 除非你是加入了一个政府 他们很早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政府内部的一个退休计划 他可能要配的比你这边要高一些 但是新加入的话 大家跟平常一样的 我们也都是key-ve-saver呀 然后就是你退休以后就去养老养老金呗 如果你可以领了的话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会比别人多一点 就类似一些leave会多一点 对 是多少少一点 就原来我们大概有十年的sick 十天的sick leave 现在的话全国人民都有了吧 是吧 都是十年sick leave 然后我们有相当于叫做dependent leave 就是如果家里人有不舒服 你可以有十天的dependent leave 就是这样的不同一点 其他的我觉得是一样的 新西兰的这个政府部门的 华人工作的华裔员工多吗 从你对了解的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它是因应这个新移民的数量的需求 就是移民来得多 对 它就自然会多 像我工作的这个办公室 它在东区 那东区的话主要是 一个是中国人 一个是印度人 对吧 然后洋人 那我们办公室的话 基本上它的构成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要到南区的办公室的话呢 它可能更多的就会有些 特别人导义的 对导义的啦 毛利的啦 这样的就会多一些 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两个 因为它会要reflect 反映那个社区的一些基本构成 对吧 你的人进来的时候 你又要相对应的人去帮他们服务嘛 是的 但是呢 我记得以前好像听他说 就说华人的这个新移民 就是在政府机构里面工作的时候呢 上升的空间好像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大 还是怎么样 有这种概念吗 我没有这个了解 因为我也没有这种想法 其实因为我从 很想我也没想过要当官什么的 我想就是我做好我这份工作 对得起这一份收入 对不对 然后呢 实际上这份工作 当时我们加入的时候 你就问你 你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 对 当然 stability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为了家庭 我希望稳定 但是同时 我们有一条 大家都愿意说的话 我们愿意改变别人的生活 为改变别人生活 做一点事情 对吧 包括原来 给那个新移民的工作 也是这个 是在为大家服务 对 新西兰的这个公务员 就是这样做的 真的是为别人服务 一丁点特权都没有 对 那跟国内的公务员的感觉 是不同的 对 在新西兰的人 大家都能理解 能想象 在国内的很多可能朋友 可能看到这个节目的话 可能就不能想象 怎么会这样呢 不能想象 对 因为你对客人 做了很多事情 他感觉很感激 他要送你东西 我们都是晚谢 因为的话 你交给我的话 我要上交 对吧 有送过什么东西吗 当然有送的 比如说 不 有的是送自己手工艺 这种东西没有问题 一般送的大的 就是送花了 送巧克力 什么东西的 都可以吧 对 可以的 你送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不叫 因为你是表示 这种感谢 但是呢 你要送给我 我也是要上交的 当时我跟经理说 经理说 这个也不超过50块钱 那我就跟大家share了 就这样 但是也会有一些人 送一些比较personal的东西 他会给你送一些 他自己做的一些小的工艺 或什么的 像有的人会送给我 一个小孩 他自己 因为他们家孩子 是有这种智障 他每次来吧 他会带着孩子来 那我跟他谈的时候吧 那小孩在边上画 他画狗 画猫 他还画我 他好几次都画了我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当时还放到 我的朋友圈里面 我说这个像不像我 他就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能看到 这些小孩啊 就是说在这边 你在国内好像兼智障的小孩 在外面活动 正常活动的很少 也都不好意思出门 对 一个是不好意思出门 再一个是不方便出门 因为你最残疾人的设施 各个方面照顾不够 所以他一般不出来 但是这边你看 哎呦 怎么这么多残疾人啊 实际上是因为这边的 他的服务到位 然后我们那些客人来过 你就看到有什么 包括盲人带着自己的狗来的 那个狗是一个工作狗 对吧 他是盲人的导盲犬 导盲犬 所以就类似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想法 是为别人服务 所以公务员真的是这么做的 对 你在你刚才所说到的 就是说有时候会送一个 送一箱给你换了 你把你自己换下来 送给你等等 也可能跟你说送花送蛋糕 家里烤个蛋糕送过来 那就大家吃着就吃了 是的 把家里弟弟的冬瓜 很带一个冬瓜送过 我们洋人都没见过 洋人说这是怎么吃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教他们什么吃 我拿了两个那个慢炖锅 我说我叫你们那个炖 那个冬瓜包 对 对 因为我们办公室里面是有那个 kitchen吗 对 有个有个很那个full kitchen 它里面可以做菜做什么的 我就拿两个慢炖锅 实际上慢炖锅不需要我耽误时间吗 买了几块骨头往里一扔 搞一点那个扇贝 搞一点那个贝啊 搞一点什么干贝什么东西 一放我们冬瓜的汤嘛 对啊很香啊 包汤 哎呦他们喜欢的不得了 所以就最后大家就每个人都切了一块 你知道吗就带回家 哎 经常有这样的 自己家的冬瓜或自己家 就是包括树上的feature 对 他们也摘了很多送到办公室来 那也是好东西啊 对是好东西 也好多人不吃 也是挺有意思的 有人不喜欢那味 对 琵琶 有送琵琶的 洋人不吃 你觉得奇怪吗 你说都是华人的这些 华人客人送过来 对因为我们这边华人比较多 但是洋人他们也送 但就是那个就是包括印度人 他也送洋人还送花 对 然后印度人呢 他们送他们的甜点 嗯 那我们真是吃不管 太甜 太甜了 而且不知道是 就一块一块像butter那样东西 就做的那样的东西 我我真的是吃不管 一点都不能吃 嗯 太甜太甜 对对 那其实在做这些工作给你带了很多乐趣 呃有乐趣 有乐趣 有挑战吗 挑战是肯定有的 这个工作是我从工作以来 我从我看我毕业21岁开始工作吧 到现在一直没有停了工作啊 做过那么多工作 这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份工作 好像觉得是个office的工作 公务员 真的啊 你觉得是admin的工作 是吧 行政工作 或者是 政策办就行了 customer service工作 对吧 对 完全不是 哦 完全不是 这个里头需要你很多的 就是说你跟人沟通的技巧呀 这是只是一个方面 嗯 他最难的是他的系统 啊 老实在变 哦 老实在变 他那个变的吧 就让你 我就干了这么长时间 我还有不会的地方 你相信吗 嗯 我原来做一个工作的话 我可能几个月 我都感受我 我会做这个工作了 嗯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叫我 我老跟他们说 我才八岁啊 我去年老说八岁 今天就跟说九岁了 为什么呀 有的人做了三十多年 还有不会做的东西 三十多年 说明他以前电脑水平不够高 慢慢慢慢电脑水平 不对 不提高 电脑是一个方面 电脑是一个 电脑好的人 他也很多不会做 他要来问我们 如果你 因为他的这个 业务量范围太大了 嗯 我们有很多从孩子的到老人的 有工作的 像包括现在有 wage subsidy 就是个新东西了吧 对 又得学了吧 或者是给这个雇主提供的 flexi wage 嗯 就是说给他一些雇主的补贴 嗯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新东西 你每年在变化 它不光是 不光是政策变化 它正上面政策有变化 我们下面相应的系统 全部要变 嗯 全部要培训 包括现在的housing 就是你的住房 对 那这个东西一定要 都是要一直要培训的 所以你要是平常你不做这一块 你就不会 嗯 你不会一步走错 你就会很大的麻烦 包括你输错一个东西 嗯 你可能就把人家的那个系统里头 产生了十多年的费 那个那个那个date不止 所以你要花不止十倍的功夫 把它去找回来 哦 对 所以我们做做事情要特别的小心 那有出错的时候吗 有 我我我出的错最大的 我曾经这么大一个卷重 就没办法 我得花很长时间把它找不回来 就说你得一段一段的 因为好比这个人又工作了 好比这个人又怎么样了 他每一段时间的收入是不一样 你一分钱不能差 嗯 就像其实跟做会计很像的 嗯 你中间不能错 嗯 因为你错的话 就是对他的不公平 对吧 是系统的不公平 而且我们还有auditing啊 对 还有上面的检查 他会定期的来检查 对 包括他们会来查你的quality check 他就会时不时来查你的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做到了 我们是差不多半年多一年多 就达到了百分之百的 那个就是不用 就是已经他就满意你的成果了 合格率 对 就百分之百的通过他的检查 原来我们在做半年之前 你每做一个东西 他都要有一个人来check你的的 嗯 对 他就随时帮你改掉 到现在就 就到现在你还会有出错 但是出错 如果是你自己能够发现的错误 你可以及时给他改掉 对 如果发现不了 人家上面发现了的话 你还是也要给他改掉的 那当然 对 然后你或者是给人家多付钱了 嗯嗯嗯 那这一块你不能再去跟人家要吧 就要written off 是因为是我们自己的错 office era 你就改掉 对 你刚刚讲的一个多付钱了 我就想起了好几年前 好多年前吧 发生那件事 我记得那个 嗯 在 Rotora的有一个加油站 没错 当时像银行 那个人跑了吧 十万元贷款 十万元贷款 但是银行给他放了一千万 对的 然后这个人发现之后呢 是一个华人和一个毛利人的家庭 对 然后呢 他发现之后 他就开始提钱 提到七百多万的时候 才被银行发现 嗯 但是 我要说的重点还是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这个银行职员所受到的 这个这个这个对待 嗯 好多人没有想到 我不知道 你都 我看到报道是那样子的 就是说 最后 最后 最后就说 发生事情之后呢 银行 对这个员工 并没有开除他 而是说 你的压力很大 人都会出错的 这个事情不是你的责任 对 等等 这个处理是所有的人 都没有想到 尤其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 这些这些人 的想法 这是 我觉得在新西兰是这样的 确实是 就是这样 从我做第一份工作 我做第一份工作 当时做的第一份part time 是麦当劳 麦当劳 我当时去做的时候吧 就 做那个bacon啊 嗯 你知道他那个street bacon啊 对 一做一个tray 就是 不知道有多少条啊 对对 我当时做了 就是两个tray 嗯 那好多好多吧 对 一下子没弄好 喷汤 就是你知道我们干活 喜欢着急啊 对 就老想快 那你是急性子 我是急性子 你是说话急 对 做事就想很快嘛 想多做点 对 人家做事是一步一步的 还比你这个东西 你应该这么放放好 你没按照 操作规程去做 你做好一个tray 应该把它就放起来 那我是等到两个tray 再去放 啪啪 它就掉到地上了 那这个就不能用了 对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 哇塞哇塞 要不要赔呀 哈哈哈哈 当时刚来说是这样想的 那当时还有个导人 还跟我说 要赔哦 要赔哦 就开玩笑 你知道吗 这小孩 最后人家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你是想把事情做好 一点时候都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 后来在 在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出错 因为原来那个工作 那个第二份工作 倒不存在出错的问题 它不存在数字上的问题 财务上的问题没有 这份工作出错 就是你给人家算 一下子又 又把钱多付了 这个怎么办 到时候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就想玩了多付的钱 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给人扫算了 所有的东西 human error 只要你不是故意的 对 诚心的去做什么破坏 去捣乱 都是human error 这都是可以 对 都可以原谅的 但是呢 有一条 一定是 要follow the procedure 它有一个规定 一个操作流程 你要按照这个去做 你出了错 因为一个数字打错了 这种东西的 都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没有关系的 对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你说那个银行 资源是这样被处理 我不奇怪 对 但人家就说 这个钱 被人家拿走了 这个事情 不是你的责任 也不是银行的 他会交给另外一公司 去追债 或者上法庭等等 那是他们的事了 是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人 也不是他的错 不是 他就说小时候演出错了 对 不是 我就说 也不是那个拿钱的人错 拿钱的人他有错 他知道错了以后 他就拿钱出来 他第一次拿的话 可能应该告诉我们就好了 对 那他就是犯罪了 是的 因为不是你的钱 不是你的 就具有 对 但是我们没有这一条 就是我们 也可能我们的客人 他不知道 你知道吗 还比我是 本来是 应该往重复算 可能给他多算一个月 要一下算出来两个月了 等于钱多付给他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不能去跟他要的 那他有贵人还回来的吗 有的 有人还回来 有人的 而且还不止一个 他就说 哟 怎么多打了 这种人呢 他是属于自己 对自己的钱有规划的 对 他有计划的 他budgeting比较好的 我每周来多少钱 我自己心里有数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又这个 这个星期不应该来这么多钱 怎么来了这么多钱 他来找我们 那这种人是有的 还有的人他就是 稀里糊涂的 他就给花掉了 他就一押发奖金了 他以为 哪有这样的事 心想来没见过奖金 那你们不去追吗 不会去追的 不会去追的 我们只是告诉他 但是富少了 他们会来找你的 富少了 他们有的人找 有的人也不找 也不记得 有的人他也不 他不知道 因为我跟你讲 真的这里有人活得糊里糊涂 对 他如果是不糊的话 他不会 不会欠那么多赞 有的时候我在想 为什么有人会把生活搞那么糟 就是因为他没有plan 对 因为我们中国的孩子从小 家里就会教你是吧 有一块钱可能最多花五毛 对不对 你要存一点钱给以后 对 没错 我记得我有朋友开酒铺 卖酒 但是每个星期四就开始好多人 星期三星期四 星期四就开始很多人来买酒了 是的 然后周一周二没有人来买酒 我说啥 说政府发福利 那时候没发 星期三才到这样 然后星期四来买酒 对的 现在成了个习惯了 是吧 其实现在发福利 也不一定在星期四发 星期四是最 有的人在星期三 有的在星期四 但星期三发的人 一般星期二都拿到了 但是因为有这个习俗 对 所以现在所有的商场都 什么星期四是个late night 对 然后星期一星期二 一般的那些小商店 他都关门休息 他选择星期一星期二休息 对吧 因为那时候生意最不好 没错 是的 我记得你现在的这个 Title 这个名 这个是有一个 就是现在上升到一个管理 中层的这个叫什么 我们叫Employment Case Manager 对 等于你当了一个Manager 经理的 就是你是要管人 No 不是 Case Manager 所有的这个 进Work Income的人 他都是Case Manager 所有都是Case Manager 所谓的Case Manager 是什么 我们是个案经理 我们不是Manage人 我们是Manage一个 一个Case 对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叫Case Manager 那如果是Manager 他就是Manage我们员工 对不对 Manage Staff 他这个不是 我们也不是Office Manager 对吧 对对对 那你没有想过要去 向更高一层的 没有 所以我就说 当时我听我的那个录音的时候 我讲 这么意气风发 一切下来不是这样的了 因为呢 我就我就到这来以后就觉得 干嘛呀 就是有这种感觉了 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呀 对 既然更高的话 可能责任更多 对 钱更多 更有成就感 我不认为 我觉得钱够花 够了 那你就说你意思是 享受新西兰的生活 对的 你怎么享受呢 呃 我觉得 在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原来不一样 原来的话是下了班 你还要想工作 对 现在我是到了五点 除非有的时候 有特别的事 我会拖过一些啊 过了这个时间 关上电脑 关电脑 总是 这个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经理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 说要像中国一样的 要打个电话 有个客人来了 或者有个什么事 你要去办了 没有 对 这时间是自己的 那对我来说呢 家里人 对吧 家里人的健康 对 家里人的饮食 对 卫生 这些东西是我自己 要亲力亲为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我喜欢游泳 走路 啊 徒步 徒步 徒步我们会走得很长 呃 平常的话是每天的 这个散步是 也就是45分钟 一个小时 现在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吧 每天是要固定去走一圈 对 原来是我下了班 先去游泳池 我在游泳池呢 不是游泳 因为我是有些过敏 所以不能把头埋到水里面去 所以我就jogging 在水里面jogging 水里面jogging 就是在深水区 对 你看到过吗 我没有 因为我不会游泳 对 带过那个jogging belt 带个jogging belt 但是一般的人 他是刚学 他是deck belt 那你整个人是直立的 然后在下面走走走走走 就在水里面走 那手可以 可以free 可以抬起来 可以做别的事情 那到最后练的 我刚开始 头一两年 是要带这个belt 后面就把belt取下来 在深水区就走了 很多人 因为我们在那个 因为你不是说你怕水 脑袋进到水里吗 不会进到水里的 你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非常skillful的时候 你就是在水里面 就好 好多人就是我看他们游泳的嘛 游到那地方他就不游了 从我边上过去 他就在你底下看 可到底 这个人也没有带个belt 对不对 belt是很明显的 是个蓝色的 很大的 那也没有带belt 他怎么会不沉呢 确实这个 因为那个深水区是一米九 对 那我整个人露出来这么多 那肯定很有一部分 是沉不到底的嘛 那就是在那下面 就是在来 来会会很自如的 哇 就可以走走走 从去年的三月份开始 没有再走了 再也没经过游泳池了 哎 你从你刚说的这个 能够自如在那边走 这个大概多长时间 大概一年多两年吧 就就就练练到这个水平 对 对 所以冬去游泳池 很多人知道的 就是说 它们帮游泳池好大的 对 它们都好很大 它平常游泳的人 或者经常去的人 就说 你不是那个去走路的那个人吗 在水里走路的人啊 对啊 我说是是是 因为我皮肤过敏 就埋在那个水底下 它它到底是会有东西的 就是感觉就是很 过敏 就不舒服 对 然后就那样走 后来有很多人跟我学 就说你怎么做谈 你怎么做的 韩国人也有 印度人也有 马来西亚人也有 跟我学 对啊 最后他们走着走啊 走没了 人不知道上哪去 他们就觉得好难呀 好难呀 对 就是坚持 对 它有时候戴的belt 它都不能平衡 都不能平衡 对 因为它有一种心理的 对 其实这个人躺平 和数字平 你也都不会掉下去 是吗 是的 我也要去游泳了 尤其是在游泳池学走路 用不着 现在我估计这个游泳池好几年都开不了 啊 就开了你也不敢去 我现在不敢去 去年开了一段嘛 我们没敢去 对 西西兰去好多地方玩过了 我应该是每年都有计划出去 不是每年 我是原来是就是到周末 我们就会跑 刚开始是在奥克兰周围走 对 把奥克兰周围的步道走的差不多了 东西区去北区乱去帮他走 坐完了以后吧 不行得到远一点去 所以我们就开着车跑去到处 车啊 嗯 去走那边的步道 哈哈哈 是不是个group 我不我自己 我们两个人 哦 就你两人 就我们两个人 我知道有很多徒步群的 很多人 我不喜欢跟那么多人一块走 其实从这一点来讲 我可能又是一个不合群的人 哈哈哈 我不大喜欢特别多的人一起 我觉得闹 而且呢 你要兼顾很多人的这个步调 对吧 这个这个速度 确实是 然后有的时候 你不想说一些话 对不对 不得不说 还去应付 我不愿意 其实独自在外面是一种享受 非常享受 而且那种感觉是什么吗 就是每次啊 就感觉 呀 我们到周末一定要去走的 嗯 背起这个包一走啊 就心情一下子好得不得了 真的 这种快乐 真的是 我觉得你骑车 肯定也有这种快乐吧 我骑上地车 尽量在山里面骑车 对 对 真的 就是真的要想去 要去走 那种感觉就兴奋 嗯 看见大自然就美 是 然后有的地方 像现在 你恨不得天天去走 但是你天天都能发现 它美的地方 对 然后我们同事就讲 哎呦 你怎么老能看到 那个地上 长了一个漂亮的蘑菇 你怎么能看到 这个红叶这么漂亮 因为你老在走 眼睛就来回看呗 你也不会说 老盯着别的地方 对不对 也不会老闷头想着什么事 一边走一边聊呗 就这样 不想事 基本上不想事 没的时间可想 你看那么多 自然那么漂亮的地方 在随手拍拍照片 什么之类的 你哪有时间想 也就是自我 自我陶醉 自我享受 真的是自我享受 不自去行走 对 然后每次回来 发朋友圈吧 就是那个九张图 都是这个云 那个云 这个树 那个树 发过不知道 多少遍了 同样一个地方 但是别人烦 我不烦 我不管 他们说 有的时候 人家说 你们老那么发 别人会不会烦呀 who cares 你反正你就关呗 你就甭看我呗 对吧 你自己享受 就是这样 我想的就是这样 到这个年龄了 你还要顾及那么多吗 嗯 对 时间非常快 都快30分钟了 讲的太多了 不是 就是说跟你聊天 就是说 感觉很 很愉快 谢谢 也能够被你的这种 那种那种那种 感染我 然后让我 我也要去水里面走路 我也要去徒步 等等 确实有这种想法 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因为你在那个工收局工作 我们想在下一期节目里面 请您介绍一下 工收局的一些服务的项目 好的 好 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谢谢方华 谢谢